你还给我的朋友帮你来吃饭就行了吗 这心一定要到 好好好 祝你们俩生活甜甜蜜蜜 我已经结婚了 以后让着老婆一步 不要吵架 特别都不香 此刻是一点半 大概在12点半的时候 已经吃完饭了 现在大家都在外面聊天 我上车上把店里冲走 朋友们说真的 我是非常非常非常 就是看热闹的 来蹭蹭喜气 沾沾喜气 我也问了很多人了 最热闹的时候 就是下午的时候 正习的时候 他们说 苗族结婚一共是吃三天 昨天吃的杀猪饭 然后今天是第二天 今天下午是最热闹的 咱们就拭目以待 然后下午吃完饭之后 明天还要再吃一天了 我今天中午已经吃了 那饭菜确实是可以 然后我今天中午在那里 后厨嘛 我看那么大的锅 那么高的蒸笼 蒸的都是美食啊 都是特色美食 在我们家那里吃不到的 等着冲冲电 然后咱们继续去沾喜气 太热了 这个泡已经放了一天了 再看这里 前方半洪喜事 车辆慢行 现在把这个车打打电话 移到里边 我已经移进去了 因为到时候这个放不下 这个凳子已经拉过来了 到时候一溜啊 全都是桌子 现在呢 咱们去厨房看一看 其实厨房做菜 我还是挺喜欢看的啊 主要是还是见得少 开热闹 今天放了很多的泡 好不好玩啊 好玩 我们要做枪 要做枪 你们上几年级了 一年级 我做好玩一把 我看看 我可以瞄准 给 那个是他的 这菜已经准备好了 四大盆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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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电话给大手吧 打电话给米服吧 打电话给米服吧 吃多多钱 吃一块 不吃 你吃 这是 鸡肉 这是鸭肉 这是鸭肉 这是烤鸭吗 这是烤鸭吗 对 对 这是买来的 买的 对买的 麦 一个桌子几个材 一个桌子 十一个 十二个菜 对 我们这里 就是简单一点 十二个可以了 很多了 吃不完 对吃不完 那一个桌子几个人 有没有 八个人 规定八个人 三十多桌 三十多桌 他家是最少的 三十桌还少 我们家五十 六十七八十 那就太多了 七八十桌 就是 城下就是这样 乡下 热闹吗 人多热闹 肯定 那等一会儿除了吃饭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没有 吃饭你想回家就回家 不回家就在这里休息 他们晚上闹不闹洞房 闹 但是看你现在 这几年 可能 不怎么闹了 不怎么闹了 以前闹得厉害 以前闹得厉害 明白了 天黑了就闹 天黑了就闹 好 那个机装完之后 还得压一下 给大家看看 压一下 最浓重的了 最正式的了 嗯 嗯 是这么高 对吧 明白明白 哎呦 师傅 那这个酒的话就是米酒 哎 是米酒啊 米酒 嗯 这是自己酿的啊 能达到多少度 呃 四十度 四十度的米酒 你还没有喝过吗 我喝了很 喝过 你认为怎么样 嗯 还可以挺 有点甜 挺好喝的 比那个 买来的那个白酒要好喝 你要白酒也可以 要自己酿量也可以 米酒也可以 嗯 还是米酒挺好喝的 现在我们就是不喝那个 白酒 白酒 我们就喝自己酿量的 那这个酒是你们自己酿的 自己酿的啦 米酒啊 那要准备很多吧 肯定啊 那这是 这一次肯定要准备一千斤啊 一千斤啊 哦 一千斤用多少 一个礼拜呢 一个礼拜 吃一个礼拜 喝一个礼拜 喝就喝 喝几天呢 一千斤米酒要多少斤米才能酿出来一千斤 一斤米是其量酒 一斤米七两酒 啊 一千斤酒 你看喝多少 米酒 现在你就买那个白酒 我们就不喝 那白酒 没这个米酒好喝 哎 肯定米酒 就是说 那个米酒 喝一斤 你要做到明天 对 那个白酒 我喝一斤 晚上就 就醒了 醒了 那这米酒 你们 腌的话 就是酿米酒 要多长时间 要这个 要 这个天气 太凉了 要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就酿出来 热的时候 热的时候 就一个礼拜 可以可以 要功夫 米酒也是 一定要功夫 对 我说米酒 也要功夫酿 肯定有啊 那个 一斤米 七两酒 七两酒 就是啊 你要 我们要酿 就是 三十斤 为 一锅酒 三十斤一锅 就是九十锅分 嗯 你要搞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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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斤 一千斤 三十多罐 三十三罐 九百九十斤 要时间了 要时间 对 同时开玩笑的 那这是早都开始准备了 早 早 咋了 肯定早都准备了 是吧 是吧 你不准备 到时候来 现在你去哪里找 对 这个酒 还是便宜 便宜 十块钱一斤 嗯 但是这个酒 在我们农村来说 嗯 过过小喝 嗯 那个白酒 二十三十 五十 对 大家都不喜欢喝 对 米酒还是挺好喝的 挺好的嘛 对 那你们还是挺喜欢喝酒的 吃饭的时候也喝两口 哎呀 天天都喝 天天喝 问题我们是劳动嘛 嗯 啊 我们劳动累了 嗯 你就喝这个 三两 嗯 半斤 嗯 那你睡觉 你要舒服一点 睡得香 睡得香 是啊 嗯 对我那个烤鸭的老爷子 是新娘官的亲爷爷啊 这也是他的家 聊了聊 感觉呢 这个米酒 在这个苗族人当中 还是非常 就是家家都具备的啊 并且我喝这个米酒的话 确实也挺好喝 就是很甜 后味很甜 它跟那个白酒 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 这个地方呢 排阳 排阳香 往前一点点 就到那个 雷山县了啊 这里是江台县 属于两个县的 交界的地方 朋友们 这旅行途中 不知道每天会 发生什么事啊 像我车里 还有三斤牛肉 还没有坐呢 每天都是 不一样的事情 来到这里呢 我还有一个感觉啊 这是似曾相识的感觉 仿佛又回到了福建 像我之前从江西进福建的时候 福建的老人 普通话真的啊 也特别标准 但是我这一路出来 不管是河南 还是湖北 湖南 包括 这个 贵州的同仁 这老人说话啊 我跟他这么沟通 都有点困难 但是来到这一片 真的啊 每个老人 这说话特别标准 就听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一个桌子放十个 对 碗也是十个 明白明白 每个桌子上这个 蘸水啊 这边不知道叫不叫蘸水 这个是不能少的啊 所以我们做好 还要不叫蘸水 吃湖 吃湖 还叫瓜 你不吃了嘛 吃湖 吃湖 还要瓜 喂喂发黄啊 米酒 你不要讲米酒 现在呢 四点半 人是越来越多了